大家好,在春末养护的文竹,如果养护不当是最容易引起叶片发黄 其实叶片发黄的因素有非常多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在春末主要给它注意好三点就会避免出现发黄的现象 首先给大家看上我这一盆文竹的这些叶片就是出现发黄的现象 第一点,光照过墙而导致的 因为置入了春末光照逐渐的墙链 那么如果光照过墙会刺激叶子的细胞 取叶绿体内受伤而发黄 解决方法我们就要把文竹搬到闭光处也就是散色光处就可以了 之后再往这个页面给它喷发这些水物 第二点,施肥不断 由于在春末是文竹的生长旺盛期 我们在养护之间无论是浇水施肥都要给它增加 这样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但是进入了春末有些地区温度过高 或者是在室内的温度过高 我们给它适用的养分过量的话 就容易引起了叶片发黄 或者有些花药给文竹适用的养分过少 比如我们给它使用这种竹科型的营养液 它是一种短效肥 我们给它适用也是比较适宜的 但是它是一种水溶肥 我们经过浇水之后 就会随着土壤的空隙流失 那么就会导致脊柱失收不足养分 我们必须要结合一点长效肥 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那么我们结合的长效肥 就是使用这种磨肥 这种长效磨肥 是非常适宜作为一种以肥的 因为一年只是要给它适用一次 而且它的作用是非常大 在脊柱需要养分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出养分 当脊柱已经养分充足了 就会控制好养分不会释放 这样这个脊柱才不会引起肥伤肥害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这个盆土边缘挖一条勾勾 大概有五公分左右 然后再把这个磨肥把它放到里面去 再回一次涂养 这样也不会引起一些病虫害 三点浇水不当 进入了春末 我们给温足浇水的话 就要观察好盆土的干湿度 有着一个干湿循环的过程 才能让根式生长得好 不会出现水涝 而引起了烂根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春末养护的温足 要如何养护才能避免叶片出现发黄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